李卓人議員 歡迎各位嘉賓和各位同學 大家早晨 今天星期六非常好 天氣都見到各位同學滿面笑容 出席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所舉辦的 《認識基本法》講座 事不宜遲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梁岳思女士 今天很高興來這裡跟大家介紹 《基本法》的理念和它的實踐 還有很高興今天得到大家的偶像 來這裡和我們分享他們對《基本法》的看法 今天的講題是《基本法》的理念和實踐 《基本法》的罪言說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有《基本法》 就是說當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時候 能夠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好 這位同學 不如說說你來自哪個學校叫什麼名字 然後說你的問題好嗎 你好 我是保良公馬錦榮夫人 張福仙中學的學生 我是5B班的廖子成 我請問梁岳思女士一個問題 大部分香港人的選擇 那個方式和《基本法》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應該按照《基本法》 還是按照香港人的方式去履行那件事呢 《基本法》應該是體現香港人的希望 因為剛才講過 在起草過程的歷史 香港人是有參與的 那這個是成為我們的憲制性的文件 各位 我們建議來掌聲 歡迎我們的《乒乓馬寶》 李靖先生和高偉澤先生好嗎 各位同學 相信聽完他們說 除了你之外 其實我也獲得良多 到最後了 不如送你們的人生有沒有座右銘 或者幾句說話 經常放在心裏 我自己就經常說 只要有夢想 做什麼都容易成功很多 就是要有一個目標 是的 我第一句是上善弱水 就是我爸爸想我做個好人 那我也挺好的 第二句就是永不言敗 體現那個體育精神 都是阿澤講的堅持下去 我們再一次給熱力掌聲 多謝兩位 和我們分享了不單止 作為中國香港運動員 得到基本法的保障之外 你們分享了 他們打Bandball 體會到人生真正的目標 和毅力是怎樣發揮出來 那今天也很感謝他們來到之外 他們也有四塊Bandball版 簽了名 不如我們站出來好不好 好 各位同學 剛才我們 這邊 我們就不如問他們的問題 我們就送Bandball版給大家 剛才簽名的時候 兩位都說是否漂亮的Bandball版 我看到這些很輕 是的 有一塊都是我用了十幾年 是的 你們用這塊 是的 好 我們有四條問題 每位頒兩位好嗎 是的 我們給他們掌聲 好嗎 我們給他們掌聲 好嗎 各位嘉賓 今天我們這個講座 才能夠透過我們的講者 希望將基本法的概念和實踐 送到各位同學的腦袋裡面 希望大家能夠更加了解 基本法如何保障到我們的 我們的問答比賽 2月28日 截止日期就是 有禮拜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參加 還有在你們的座位裡 都有一張問卷 希望大家能夠填到它 然後在我們出去的時候 在我們出口 有個問卷收集箱 我們想收集大家的寶貴意見 好嗎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同學